孟华路正在播出,大家看了吗? 这部剧真的越看越上瘾,越看越上头,在追剧的同时,大家也十分好奇剧中角色最后的结局如何。 这一次,咱们来说说孙三娘。 孙三娘本是前堂屠夫之女,嫁给商贩为妻。 虽说嫁人之出过的还行,但后来却发现丈夫不过是赌徒。 家里辛辛苦苦赚来的钱被他赌书,走投无路之下,孙三娘重操就业干起了屠夫请,终于给丈夫攒够了做生意的本钱。 那一年,孙三娘的丈夫做生意挣了钱,生意越做越大,越做越好,孙三娘再也不用杀猪。 孙三娘的果子做得精美好吃,她跟茶方的赵派尔是好朋友,于是两人捆绑销售,生意一场火爆。 孙三娘此生的愿望不过是家庭和美,儿子子方能好好读书,将来可以考取功名,高中尽是当当官,那么她也可以奉官侠配风光地当告命夫人。 但事与愿为,子方不是读书的料,孙三娘恨铁不成钢动手教训儿子,却总被丈夫拦住。 后来,子方被父亲教唆,要过继给同宗族的寡妇。 到了那个时候,孙三娘才明白过来,原来丈夫早就出轨,原来自己一直被蒙在鼓里,更让她难以接受的是,子方也不要她这个亲娘。 孙三娘被休憩,回到娘家发现家人早已人去楼空,心灰意冷之际,孙三娘跳河自尽,却不想被赵派尔救下。 经历过生死,孙三娘逐渐找到了活下去的意义,她跟好姐妹们在东京开茶坊,打算站稳脚跟。 孙三娘本来就有一身好厨艺在身,她无论是做饭还是做果子,她都信手捏来,甚至于她还有两把子力气,对付几个人完全不在话下。 都说孙三娘被休憩,性格又嚣张跋扈,及时有姐妹相帮,未来日子也不好过,实际上,孙三娘结局很好。 孙三娘对赵派尔最好,无论遇到什么事情,孙三娘铁定会第一个考虑赵派尔,处处为她着想。 赵派尔说要开茶坊,她二话没说就答应一起干,赵派尔被欧阳旭抛弃,她不由分说地拿刀要上门理论,她担心顾千帆跟欧阳旭一样, 所以时刻提醒赵派尔要小心。 如此好的孙三娘也终于遇到良缘,孙三娘的官配就是夫子杜长峰。 杜长峰这个人吧有点迂腐,她起先听信欧阳旭一人之言,以为赵派尔想讹欧阳旭,才故意找赵派尔的麻烦,反被孙三娘扔到湖里。 后来,杜长峰跟半遮面有了交集,她多次去半遮面喝茶,也逐渐爱上了孙三娘做的果子, 两人在你来我网中逐渐有了不一样的情感。 认识到欧阳旭的真面目,知道孙三娘的遭遇之后,杜长峰发现自己喜欢上了孙三娘。 杜长峰爱上孙三娘,好像是意料之中,毕竟像她这么迂腐的人,的确需要一个强势一点的娘子。 孙三娘因为一直记挂儿子,也没有心思再嫁,谁承想,紫芳竟然一路乞讨来了东京,找到了孙三娘。 原来,孙三娘走了之后,紫芳过得并不好,起初后娘对她还算和睦,可当后娘有了孩子之后,紫芳便经常被后娘打骂,亲爹也不喜欢她。 紫芳找到机会逃出家里,听乡亲说孙三娘在东京,她便一路乞讨过来找娘亲。 看到浑身破破烂烂,屋头垢面敌儿子,孙三娘心疼不已,但也十分开心,因为母子忠于团聚。 杜长峰带紫芳如亲生儿子,教她读书十字,她也没有嫌弃孙三娘曾被羞气的过去,待她很好。 最后,孙三娘、子芳、杜长峰三人幸福弟生活在一起,孙三娘的这个结局,你觉得如何?